繼續開會 我們請陳立貞 陳議員質詢 時間十分鐘 十五分鐘 謝謝主席 公務部門的各位局處 首長 主管 議會同仁 媒體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好 那今天是我們的公務部門的一個質詢 那公務部門 公務在我們整個 對我們高雄市民來講是非常一個貼切的一個問題 可以說每天都會接觸到一些市民的陳情 那之前我們高雄市政府有辦了一個路不平的專案 路平專案 那等於是路長長不平 所以我們會設計這樣的一個專案 那還是一樣 經常就是道路不平 或者是道路挖後再挖一只挖一只挖 寵物的挖 或者是人孔蓋的一個不平 尤其是人孔蓋遇到下雨的時候 它的鐵面是濕又滑 那時候機車騎士如果騎過去的話 摔倒 那個都是非常的嚴重 然後後來就是幫它申請一個國賠 這樣的一個事情都不斷地一直衍生出來 那幾年來我們也為了這個很頭痛 那我們也是給予我們市政府肯定 我們在3月31號在月底的時候 也成立了一個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這是市長也很重視這個問題 經常讓市民來陳情 所以就把所有的管路 因為我們高雄市常常在挖路 一條道路鋪好了 為什麼常常在重複的挖 就是有很多的管路 有台電的管路 自來水的管路 瓦斯的管路 還有第四台 雨污水 中油 石化的管路 很多很多的 還有 後來我們有建設一個家戶接管的一個管路 常常道路一挖再挖 所以我們現在成立了一個 道路挖掘的一個管理中心 把這全部的管路各單位 還有包括它分出去的各區域的一個管理的負責任的區 總共有52個單位 就把它集中在一個管理中心 到時候如果我們這條道路在挖掘 不管是台電也好或者是自來水也好 全部的單位都可以集中在那邊監控管理 在它從施工規劃 然後到完工它的施工品質安全 交通安全它可以規劃得到 那如果是有管線衝突到的話 馬上不會像以前那樣 我們一次打電話打這個單位 那個單位推那個單位 可以同時幾個單位就可以 把它集中來一起來解決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單位 所以我今天會花了一點點時間 在這邊提到的一個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也就是說給我們公務局來肯定 但是我也要建議我們的趙處長 在這樣的一個未來 已經產生的做好的一個建設 怎麼樣去改善它 那以後我們當然對這樣的一個很期待 我們的道路不會一挖再挖 甚至局長也有說過 在我們要挖什麼管路的時候 我們也會連結建管處的一個申請建造的一個建號 預知它要申請水的管路或電的管路 就把它聯合一起施工 一次就把它施工完了 不用一次兩次的重複施工 那我在這邊要建議兩個意見 第一就是說 在之前我們很多的道路挖了破破爛爛的 或者很多的人孔蓋 這一家不要推給那一家 那家不要推給那一家 或者是會滑倒的這些人孔蓋 或者跟那個路面它的差距有10公分了 或者整個道路都是破損不堪的 這一些我們是不是要怎麼樣的分期 一個分期或者分段的重要的一個 如果是交通比較重要的交通路段 我們是不是先分期的把它 把人孔蓋全部把它地下化 把它埋在那個我們的柏油路以下 讓我們的機車騎士行駛路的時候也比較安全 然後把那個柏油路全部再重鋪 把它拋除重鋪 是不是把之前我們一些破破爛爛的道路 再把它做好 那第二個建議 就是前幾天我們又發生了一件挖管路 發生了一個這個公安事件 那也有人傷亡 那我會建議局長 是不是也要把我們這管理中心 在設置3D圖枝的一個管理系統 把所有的一個圖把它建置起來 因為我們一般可以看得到我們的管路的位置 但是我們看不到我們這個管路的深度 有時候我們會猜它是在底下一米 可是挖下去的時候 我們是挖2米 可是剛好是跟2米的這個管路強碰 那如果是挖到石化管路的話 那是不是很容易發生的一個公安事件 所以我會建議局長 因為3D的這個圖枝系統客人那個經費很龐大 那你也可以分歧的慢慢的去把它建置起來 我覺得說安全第一 這個你可以先答覆一下嗎 趙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謝謝議員 對我們錄品那麼關心 至於冷孔蓋的部分 其實我們每年孔蓋的下地 差不多有5千和6千 平均差不多有5千人 那至於孔蓋就是孔蓋這個部分 我們是希望跟各民生管線或其他的管線單位 都有一個處理的原則 同時我們也要配合 就是養工作在計劃型的道路跑鋪上 也要做相互的配合 譬如說我在鋪這個土地的時候 他在冷孔蓋 譬如說他在台電的冷孔蓋 或是中華電線的冷孔蓋 如何配合下地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就有在辦理 好 阿紀元在關心說我們管線3D的問題 我記得我3月14號到行政院開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我們也跟張政務委員有提議管線要3D化 那管線3D化當時也馬上隱落 也請內政部委員建署說要配合地方政府 來做一個申請的補助 那其實在我們高雄市政府這邊 我們也提出一個三年的計畫 這三年的計畫就是說我們每年希望編列跟中央要如何配合 這三年的計畫希望把所有的管線3D的部分 全部把它建置完成 以上 局長您請坐 那謝謝局長 這些雖然是我們市民看不到的建設 但是他對我們市民朋友整體來講 跟我們的一個公安事件是 這個人身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我這裡要建議局長 因為在這邊長年以來 我是一直在反映的人孔蓋路不平 相信我們的單位也知道 我們服務處的經常都是這些案件在委託我們單位來處理 那這裡也要謝謝我們局長 外環溪路就是從家昌路到德明路這一個路段 慢車道這個路面有破損歸類或者是凹凸不平 那這裡是已經有建議我們公務局來處理 那這裡已經有也是準備要處理的 也是在這裡給我們局長肯定 那這是在這邊為什麼我會再提出來講一次 就是因為就是很多次為什麼這樣的道路會 有些會玩好如初 但是有些已經破損不堪兩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道路重複的一直在挖掘 所以這也是因為我們之前沒有管理好的一個挖路的統一管理 那所以這裡已經要處理了 那在我們有幾個地方也是要跟局長建議一下 也請我們局長要重視 這些都是我們在市中心有很多的商店 跟機車汽車行駛最頻繁的一個路段 是富民路的新莊路到明華一路 也見請我們公務局能夠從這個路段 不要再把它做修補 應該要層底的拋除再重鋪 還有新夏街富民路的人孔蓋 這邊是最多人孔蓋的 也能夠把它地下化 把這邊的路 因為這邊是社區很多小朋友在這邊玩耍 或者是有機車長輩在這邊活動 也希望能夠把這些人孔蓋把它地下化 然後包括路面再把它做一個修補 新农街的人孔蓋也是最多的 也都是機車騎士在那邊 還有我們上下雪的小朋友 家長接送的時候 人孔蓋也是最多的地方 新农街的人孔蓋 及道路不平 也要請我們公務局來做一個改善 再來就是我們的行道樹 行道樹也是本期一直在跟我們公務局來建議的 因為我們去年颱風天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高雄市的行道樹 真的是被摧損的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我要建議 因為早期黑板樹跟龍樹 它是最容易成長的 但是龍樹它有一個缺點 它就是淺根 然後它的串根很快 然後最糟糕的是 一串就串到人家住家的一個地下室 或花糞池 哇這個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常常也接受這樣的一個陳情 那也建議局長能夠針對未來 因為剛剛你有講了 你會針對一些比較適合的樹種 比如說張樹 台灣藍樹 有很多很好的鐵東青或什麼 最好的一些樹 把它再裝在我們的人行道 但是之前的那一些不好的樹 也要分期 把它最好是替換掉 不然的話 我們常常讓它的一個 一個那個淺根的樹種 來不及照顧啊 你今天顧這一顆 明天那顆又突起來了 把那一些紅磚又把它破壞掉了 所以我會建議局長把我們高雄市的一些行道樹 全部做一個通盤的檢討 也是要分段比較嚴重的趕快做處理 在新莊子路 新莊國小附近 還有新光國小的附近 那現在也非常感謝我們局長 我們的華夏路已經在全部做改造了 那昨天我有去現場看 我們已經是做到 從愛路從人路 那邊兩邊都 全部把它重新的 真正的改造 不像以前 只是一個修改 是重新的設計改造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高雄市未來 能夠把之前一些不好的一些樹種 都把它全部的更新 全部一顆都不要留 那不用後來用那麼多的能力在那邊保養 那這裡我要建議局長 富民公園 富民路跟太原街 這個兒童公園 這是在我們都市中心 旁邊大概三分鐘就是捷運站 那再走出去就是巨大 就是巨大漢城百貨公司 這全部的一個非常熱鬧的一個都市 那旁邊有幼稚園 有一些長輩的一個活動中心 還有我們富民長青中心都在旁邊 那我希望說 這麼樣的一個寸土寸金 黃金地點的一個公園 我們如果給它這樣子放著不管的話 真的是太可惜了 浪費我們這一塊土地 因為在這個地方要找到一塊土地 可能也是找不到了 那我也建議局長能夠比照 新上裡有一塊最近剛完成的一個 富國公園 那個是做得非常的現代感 當然是沒有辦法 十全十美 可能原先運動的一些場所沒有了 但是它整片的綠地看起來就是 這個環境跟它的綠美化就是做得很漂亮 那我也希望說 這塊公園不要再放著 讓它這樣一年過一年 很浪費我們的一個土地 局長你答覆一下 是不是能夠趕快做一個更新 趙局長請答應 謝謝陳妍 現在是針對公園的部分 富民公園的部分 這個我們同意 納入今年度的改造計畫裡面 好 謝謝 局長我們有 就是我們富國公園非常的漂亮 那我要這邊提到的是我們的建幣率 我們都知道現在高雄市的房子是長得非常非常的高 那如果是早期住到透天的房子 大概它家庭的經濟都是一般的小康家庭 那或許是兩個兄弟在結婚 娶兩個太太在生孫子 可能一個透天要住到八戶人 我常常去拜訪我們的市民 我會發覺他們客廳大概四坪 廚房兩坪 然後房間都很小很小要幾八個人住 那他們都希望能夠再打掉重建 但是他們礙於這種建幣率的問題 他們會害怕 如果打掉重建的話 可能連廚房都沒有了 那剩下四坪看怎麼住 因為早期的這個舊透天大概都十六坪 或者是十五坪那麼小很多 可是房子都已經四十年五十年了 我也希望說 對於這樣的很基層很基層的這一些民眾 他們家的房子是不是能夠也出來關心一下 他們怎麼辦 如果說要他們一戶一戶去想辦法 自己去增建啊 然後靠運氣啊 能夠蓋好就蓋好 如果不能夠蓋好 就放放了兩年三年的話 那他們這樣子也 如果人太操煩的話 可能身體健康也會受不了 所以常常我會發覺說 這個不是個案的問題 這應該是整個高雄市的一個通盤檢討 對於三十年四十年的這一些老舊的一個 透天處我們是怎麼樣的去讓他們能夠打掉重建 那這樣的 因為他們早期就申請60%到80%的一個建幣率 那現在如果他打掉重建的話 可能剩下四十五十的一個建幣率 所以我也希望說 局長針對這些很基層的一個市民啊 他們未來的房子怎麼辦 那如果要再買一戶啊 是沒有人力再買 那如果他如果照他的原來的一個房子 去把它重建的話 那是一個最可行的一個辦法 但是愛以見比利的問題 大家也不感動 局長請你是不是能夠針對這一群他們真的是 謝謝陳議員 謝謝陳議員 我們在家還是說打掉要定期 還是說你要改造有不一樣 你如果打掉要定期 你就要用現行的 現行的規定去做處理啦 也用現行的規定去幫你審查啦 你如果說你家不是全部打掉 你是說做一個內裝 就是內裝的改變 這個就是維持 你當初的建幣率是多少就是多少 有這個不一樣的做法啦 說議員在說 有我們的親民朋友 說在住的時候 你如果說現主席的建幣率 比你那時候的建幣率比較低 我就建議說他不要再打掉電器 他就是用內裝改造的方式來做處理 這樣就不會說要按照現行的建幣率來處理 增加羅宗要看的當初是 他可能有 因為我們83年 他要實施隆期的管制嘛 他也說他當初是 那些法律可以去多管 那可能就是要看 那一位在什麼區位來看 謝謝陳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佟彥珍佟議員質詢 時間15分 謝謝主席 然後各位局處首長 大家午安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養工處 我想去年我就有注意到養工處 因為雖然我休息了兩年多的時間 有更多的時間去看公園 到公園去走一走 到路上去逛一逛 看得更仔細 看得更多 所以呢 我想大家一直都知道 我非常重視這個觀光 我們尤其是我們高雄市的觀光的產業 在目前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城市的美觀呢 也讓我們覺得有時候 實在是有很多的缺失 而且最近我到日本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看了很多的進步的城市 對於這種路樹啊 各方面的這個規劃 都非常的漂亮 美麗的城市 好的城市 在綠化的部分呢 都做得非常的成功 可是呢 這個問題始終萦繞在我的腦海裡 也一直都是我們高雄市的一個 市容的一個很嚴重 比較重要的問題 那在去年我看到的一個新聞 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大標題 就寫了什麼尿布素 我們高雄市有尿布素只有兩顆 民眾報了說這裡更多 這是去年9月19號所發生的新聞 其實我也知道 這個墨蘭地颱風把樹掀開了 才發現呢 我們三民區的智洪池的公園 許多的樹根底下都包著這個黑沙網 所以呢 有的連繩子都還捆住沙網 讓人家覺得很傻眼喔 所以其實大家知道這個包尿布這個名稱 實在是很不雅 非常的不雅 樹包尿布 這聽起來真的是有點 也侮辱我們高雄市的城市喔 當然我也知道 最近呢 我們公務局這邊 也特別的對於這些招商 這些商人 這些承包商也做了一些規範 就是說一定要好好的 以後不可以把那個包的布忘記拿掉 那但是我覺得過去我當議員當12年喔 我也沒有看過這種情形 那這種狀況是近來才發生喔 所以要提醒養工處喔 在這種 雖然現在你們已經做了處理 但是還有部分的地方 還是裹露在外面 還是沒有完全處理好 我覺得需要一個更多的檢視 就是說做一件事情可能 你要求了 可是你並沒有去檢視它 那是不是這些廠商 應該還是要趕快的 把這些包著所謂尿布的樹 趕快把它拿掉 不要讓這些 其實這觀光的 對觀光課來講也是一笑大方 是非常難看的喔 所以人家會覺得我們一個國際城市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況 會讓人家覺得很好笑喔 所以我希望 當然局長我也知道說 你也承認這幾棵樹 並不是在列館的黑名單之內嘛 所以也被迫 讓這個包這個尿布說要長大 比較容易長大 可是又長不高長不大 也不太可能嘛 所以這些都是在颱風的時候 都會現行的 所以這個要在養工處要多注意 尤其是另外呢 在今年三四月的時候 養工處在修剪路樹上 也有很多的問題 那因為我最注意的 就是我每天上班都要經過澄清路 三明區澄清路 這一帶原本都是非常高大 濃密的樹 但是呢 最近怎麼看到全部都是光秃秃的 剪成光秃秃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 我們局長也是一個很有美學的人啊 是不是能夠在這個 找這個廠商的時候 要重視一下這個美感 你剪樹也要剪得漂亮一點嘛 那剪的都是光秃秃的 那麼我們整條澄清路就是這樣 好像樹立很多電線杆 它不是樹了 像電線杆一樣 那城市的美學是完全沒有的 當然問到公務局 問到養工處 他也說 因為廠商啊 他就是這樣子剪 那就是有沒有人去監督呢 也不是在剪之前 你要問這個廠商 你要怎麼剪 要問他 你要怎麼剪 你告訴我們 要一個專責的人去負責說 你到底要怎麼剪 你剪成什麼樣子 總是要一種美感嘛 你把它剪得光秃 當然沒事 這樣省事啊 颱風來了又不會有葉子 又不會吹垮 當然是省事啊 那也減少我們養工處公務局的作業 可是重點是 它的美是沒有了 完全撕掉了 這對一個城市的美觀來講 實在是令人覺得 人家聽到問 這到底是哪一個單位在管的 養工處喔 養工處看 這樣啦 局長那你就 對不對 枉費你這麼有美學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督促一下 好好的督促一下喔 所以我想你們 但是我考量到你們今年的預算喔 似乎都減少了 尤其是人事經費也減少了 那你們有沒有足夠的資源 來完成你們說的話 因為你們說 需要更多的人事嘛 人事是不夠的嘛 那所以到底 這個樹木剪成那個樣子 是不是美觀 那露宿的市容 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人事費用又減少 那你怎麼樣去把這件事情做好呢 我是不是請處長答覆一下 副處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同意 剛剛講的這個照片是三名高中 他們圍牆內他們修剪了 那剛才有提到澄清錄 或是在街道上 我們現在已經先暫停全面修剪 那我們最近會辦修剪講習 就是會找一些專家 然後我們實際要求 要求來插獎騎 實際到上面到樹裡面去做正確的修剪 然後如果測試合格的話 我們會給他證書 那未來廠商如果來投標 或是要從事樹木修剪的工作 都需要有經過這方面的講習 證照嗎 對對對 就是說你將來會 要給這些廠商 他有修剪能力的證照 要發給他 他們才可以 他也必須上課 要啊 就是我們 上課完之後有給他證照 對對對 我們最近就會開始來辦 那剛才有提到另外一個 就是那個包尿部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有去全面抽查 大概2700多棵裡面的行道樹 道路的行道樹2700多棵裡面 大概有1.7% 大概就20棵 所以其實我們抽查50% 就是在104年度到105年度 我們新種的行道樹的工程裡面 我們全面抽查至少50% 那大概有1.78% 百分之1.78%的不合格 就是裡面只要 不一定是包塑膠部 只要有網子 有那個塑膠繩 我們都列為不合格 這個部分我們有啟動我們的契約的機制 就是該開法就開法 它改善就改善 然後我們現在 最近在開始薪植的部分 我們就嚴格要求 在種的過程當中 整個拍照施工前中後 它的土球 它有沒有把它清除掉 這個照片一定要有 我們才會付款 才會計價給廠商 這部分我們會嚴格要求 那包含支架 支架的支撐 那另外講到 我們的人事減少 人事費是沒有 我們的市府都會給充足 不過就是 我們的管理的公務設施 越來越多 所以造成我們的經費 市府給我們的經費 沒有增加的情況下 真的是有困難 那所以我們有推動 像公測我們就有推動 去企業任養 那公測企業任養 最近也有一些 有五處 衛舞裡面有五處的公測 有一些企業也來任養 那我們最近有發布一些新聞 鼓勵 我們也會主動去洽詢一些 有比較有社會公益的 熱心的一些企業團體 那我們大概一年十萬 一處公測 一年十萬的那個費用 如果他們願意來任養 我們會在適當的地方給他 標示說是某某企業來任養 來表揚他們的 對社會的一些熱心的一個回饋 以上 處長我發現你都了解問題 對不對 我還沒有講公測 你就知道我要講公測了 確實公測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在公園裡面的公測 當然你剛剛提到的那個 那個路樹的問題 那你這樣子做我也予以肯定 只是說我要看後續 你們到底有沒有照這個規則去做 真的是不是讓城市美觀起來了 到你看到昆山 大陸的昆山的那個綠化 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到日本去也是 即便是一個小小的鄉鎮 它的樹也做得 路樹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即便是其實過去 我們養工樹也推動 每家的門口都可以做盆景嘛 一個設計嘛 其實讓你的門口的美化起來 也是一種方式 而不是拿那個盆栽去擋路啊 不准人家放車子啊 在那個那個汽車的停車上面 放一個樹 就不讓人家放車子了 我們的這個行車 停車位已經減少很多了 還有這種 我覺得這種就要加強取締了啦 這個是不是要跟相關局處 取得一個溝通 你就放那些盆栽在那邊 也是影響到我們整個這個樹 這個路面的這個美觀嘛 那你剛剛提到的這個公測認養的問題 那我也最近我看到報紙 我就想你剛剛說一年十萬 那算起來一個月大概不到一萬 對不對 一個單位是不到一萬塊 那一萬塊錢大概是 如果說是讓這個算終點的 其實是夠的對不對 如果你算終點 它也不用每天在那邊少啊對不對 如果算工時的話 這個這個錢是夠的 所以那既然夠了 我們就要看到成果啊 那企業認養的 它是不是能夠持續 是不是能夠長久 我覺得 我每次想要出國去旅遊 我就想去日本 為什麼 因為日本它就是很乾淨嘛 你到鄉下去 你都不用擔心洗手間乾不乾淨 那最近我看到最明顯的 我覺得最需要改善的 我不瞭解在那個 二八公園紀念公園那裡 有一個洗手間 它就是很髒亂 很老舊 那個地方是很多人要去的 我可以在那邊請求我們公務局局長 那個廁所是不是翻新一下啊 那廁所很舊很老耶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把它翻新一下 是很多觀光客會去那裡的 因為我們對面又是一個歷史博物館嘛 然後裡面又有一個什麼 黃金愛河一個觀光景點 現在很多人去那邊 連我晚上想休閒我都會去那邊 所以我覺得那個洗手間 真的是需要改善啊 因為我覺得在特殊的景點 我沒有辦法很多的景點 經費把所有的公園一下子 又一百處啊 你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弄好 是不是逐年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景點先做 這個是局長是不是要 等一下要請你答覆一下 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我是我很在意 而且我覺得不是我在意 很多人都很在意 我每一次帶我朋友去 上一次廁所就罵一次 上一次廁所就罵一次 我也覺得說 現在公務局長不是我最敬愛的人嗎 為什麼在這個部分 他不多關心一點呢 所以要請你多關心一點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所以那去年你們又 比去年這個 維護清潔上的這個公測 又一百零九萬的人事費用 又減列了 那這樣子 當然你們維護公園的這個品質 一定會下降 可是我也關心啊 在這個推動廁所認養上 目前的這個執行狀況 跟未來的目標是不是能夠順利 那除了認養之外 有沒有辦法去考慮 跟社區或者是志工團體 做結合照顧的方式 我覺得會比較好 因為你企業認養有時候 這個企業生意不好了 他不做了 他不要認養了 他放棄了 那是不是長久來講 跟志工去做結合 你哪怕給他一些費用 我相信也是OK的 那大家都會很願意做 因為志工是長久性的 是永遠的 是長遠的 這個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換人了 又換下個理事長 繼續可以持續啊 但你跟志工的結合 可能反而會更長久性 這我跟我們局長建議 是不是也可以朝這個方向 而且在經費上 可能還可以省下一些錢 我想這個部分也要請 我們的局長 待會兒跟我答覆一下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公務局在今年3月 成立了一個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那結合金發局的這個OPS 也就是管線安全辦公室啊 你們整合了這個管理既有的這個工業管線 那一旦道路發生緊急災害的時候 也可以作為這個緊急災害應變指揮中心 是這個目的嗎 局長 但是呢3月成立以後我就 結果我們3月在3月區這邊動工就氣爆了 等於是你還沒有完成嘛 那我在水利局的時候我也質詢過 質詢過這個問題 那公務局這邊就說 跟我們相關的局處跟公務局有關 那麼我就想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道路挖掘管理中心 是不是在未來 既然你成立了一個中心 未來是不是能夠真正確實的掌握 我們這個地下管線的狀況 而且在挖掘之前不管是鋪路 不管是接水管 或者是任何動工的地面上的工程都是安全的 因為我覺得你成立這個中心也是有壓力的喔 因為將來又發生氣爆的時候就追究你們了 對不對 因為已經有一個專責 專責的單位 當然你就要負責這個專責的工作 所以我想這幾件事情 包括公測 包括路數 包括我們的這個挖掘中心 局長是不是請你答覆一下 趙局長請答覆 謝謝議員 有關公測的部分 整個高雄市有差不多700個公園 那並不是每個公園裡面都有公測 那在有公測的部分 我們也願意做一個前面的核查 全部來做一個檢查一次 那會針對比較老舊的部分 這些老舊的部分 我們會逐年就編列預算 來逐年來做一個改善 包括我們228公園的部分 那至於228公園的部分 是由我們社區來認養 那社區來認養的時候 有時候會比較 我們不是說社區不好 有時候很盡責 那有些某時段 會比較一些疏弱的地方 這個我們會跟社區的認養 來做一個檢討 那至於露品的部分 我們在3月31號 我們成立這個管理中心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統整 我們整個高雄市 不管是民生管線 或者是其他的管線 把它所有的圖資 全部做一個統整 所以我剛剛也講說 我們要趕快來建立一個3D的管線資料 有時候我們一條管線在中斷面的時候 它距離路面的高層是不一樣的 那有時候這樣子不一樣 像在澄清路、傑明路 就是這樣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趕快在3年內 把所有這些民生管線 以及其他的管線 趕快把這些3D的資料 趕快把它做一個建設 至於說路數修剪的部分 我們除了安全之外 我們對強檢的部分已經前面禁止 只有我們進行弱檢的部分 但是進行弱檢的部分 這些弱檢在修剪數目的這些技術人員 一定要接受過我們的教育訓練 同時他也要拿到我們的證照 那數目修剪的時候 我們的同仁也要在場 至於另外也要編一側說 我們任何數種 各數種的修剪方式 我們也會趕快把它編修出來 以上做這樣的報告 請再給兩分鐘 我想高雄市民對我們造局長 都有很大的期待 那高雄市美不美 就看你的囉 我想希望我們是越來越美 然後公園的228的洗手間 我還是希望你花一點錢 把它整修一下 會更美觀一點 因為總是一個進步的城市 你總是要有一個代表性的公測 如果都沒有代表性的公測 然後在那麼樣的市中心 如果我們比大陸還輸給大陸的話 這個也是滿丟臉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 不管其他的怎麼樣 你說700多個公園 我還說700多個 我還算錯了 那實在是多得不得了 所以呢 當然就要選擇性囉 就是在三年之內 或者是你有你的計畫 那還是找一些 比較需要立刻改善的地方 而且觀光客比較常去 又看得到的地方 因為我很希望來到我們高雄市的每一位遊客 不管是背包客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國際人士 對我們高雄市都留下一個非常美好的印象 我想洗手間 它是一個我們民生問題裡面 常常要去的地方 所以它的舒適感跟美感 是不屬於一個住宅的 它非常重要的 其實你看你到一個家庭去參觀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去參觀哪裡 就是洗手間 對不對 它洗手間如果很乾淨 它這個家庭主婦 這個主人一定很重視 它環境的整潔 對不對 所以我們家的洗手間一定很乾淨 局長有空可以抽查一下 我想洗手間真的很重要 我還是強化 強化我們洗手間 我們高雄市的觀光的發展 大家都有責任 以上 謝謝 主席謝謝 謝謝 洪議員 我們今天下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各位兩天半來 大家都很辛苦 辛苦大家了 那不要忘了 4月17日 星期一上午9點 繼續進行都市計畫委員會 業務報告以執行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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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 醒醒 請 大家 puedes 花